哈囉大家好,我是妮雅 今天要跟你們介紹的這款遊戲 就是新夢境連結R 如果看到這個封面有沒有覺得超級厲害的 很像是什麼日本的動漫的感覺 因為這款遊戲就是由日本的營運團隊 所直營的遊戲 所以不管是在角色的畫風上面 還是在它的配音上面 都非常的日式也非常的厲害 這個遊戲目前是由日本的團隊去做直營的 所以他們還特別找日本的繪師去做同會逆會 所以你目前看到的這些角色還有一些背影子 包括我們等等會看到的一些動畫等等 都非常的像日本的動漫 然後還有包括他找了一些知名的西配音 像是花江夏樹 是我們配男生的 然後還有幽木碧等等 這些很知名的配音師來做配音 然後重點是呢 還有一個台灣當地語氣化的角色 叫做李默默 然後我非常的期待 究竟代表台灣的角色會是一隻什麼樣的角色 那我們接著呢 我們馬上就來看到它的背景故事吧 其實像是夢境連結啊 顧名思印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關於夢境裡面的世界 它分為現實世界跟夢境裡面的世界 然後有一個 現在算是一個職業吧 叫做夢境的連結者 然後他們就必須要進入到夢境裡面去去除掉一些 關於女人在夢境裡面會產生的一些 最後的源頭啊 或者是一些怪物等等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進行主線吧 遊戲是台九宮格的方式 然後我們現在趕快放一隻盾上去 先擋在我們的主角前面 然後呢我們的右上角可以看到能量時 然後就是要依照如果能量到了之後 我們才可以放上某些角色 一放上去就會放上它的技能 所以啊我們也要看時機去放 有時候呢放角色的時機很重要 不是一到了可以放哪些角色你就馬上放 你看一放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丟出我們的技能 那對面的怪有一點點多 我們非常的需要放一下範圍技 來 放我們的範圍技 哦哦很強 我們這隻範圍技蠻強的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讓它打 當然右手邊也會有一些自動啊 包括兩倍速等等的 如果你是有點懶 然後想要去掃當一些比較前面的關卡的話呢 就很推薦你可以直接用自動 每個隊伍裡面就只能放五隻角色 那五隻角色放完之後啊 還是會有一些多餘的能量時嘛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不同的群體BUFF啊 或者是單體BUFF等等 來像這裡會有召喚全體冰凍啊等等的BUFF 那可能它會需要比較多一點的能量時 這就是在如果要打持續戰的時候 我覺得就蠻有用的 像我們現在就在打持續戰 然後我們就可以等 我覺得全體冰凍可能還不錯 我們來全體冰凍 我們放上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對方不要動 就會有非常多像是類似的這種BUFF 然後你就可以去試著 讓你的隊伍變得更強大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要來進行 最重要的抽卡環節囉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不同的召喚 你們可以 我們可以稍微大概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第一個要抽的呢 就是素梅雪 只想讓大家猜猜看 我可以靠多少次就可以抽到他呢 我覺得 依照我這個歐洲人的性格 三次 我給他三次的機會 我覺得我 抽卡月還是蠻好的 三次應該抽得到 來吧 然後這邊他也會有一個抽卡的動畫 非常的漂亮 然後每次都會在這時候 欸欸我感應到了 欸欸金色的 有感覺有感覺 梅雪應該來 來吧 我的梅雪 哇 太猛了吧 我的天啊 哇我太歐洲了 我不敢自信 我真的不敢自信 我 我 我居然 我居然 第一次 抽 然後 就真的抽到了 我不敢自信 因為雖然我剛剛講的這麼的 這麼的有自信 但其實呢 通常呢 我有在遊戲裡面有一個綽號呢 叫做非洲公主 就通常呢 我抽卡都要抽到保底才會有的 雖然我每次都說我一定會馬上就抽中 哇 哇真的是 在讓我驚訝了 太棒了吧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我們的蘇我梅雪 哇我的蘇我梅雪 喔好開心喔 我真的很喜歡這隻 這隻角色 所以能那麼快抽到真的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馬上要來看一下他 梅雪 我的梅雪來了 我超喜歡他的 整個人散發出來的一個氣質 然後還有他的技能組實在是太強 那另外的卡池其實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這個 逆刃 因為我其實也是很喜歡這隻角色 雖然他可能長得比較冷言一點 但這隻角色的技能組是非常厲害 那希望我的運氣可以再延續 真心 真心 我們就不看動畫囉 來 來 好真喔 這鮮仙茶也太漂亮了吧 很棒很棒 那我們再繼續來抽 再來 不相信 不抽到東文珍稀 不霸手 來 來吧 沒有 再來 不管 該來了吧 哇 終於抽到了 東文珍稀 好開心喔 終於抽到了 這樣我們的隊伍呢 就圓滿了 有蘇我美雪的範圍技 又有東文珍稀可以拿去大王 哇 這個隊伍實在是太棒了 除了一隻可能SSR的坦克之外 我們不光是群體技範圍技 單體技還有治癒 我們每一隻角色都有了 很棒 然後右下角那個屬性啊 包括你可以看到它像是鬥師啊 還是什麼 它如果在法師啊 也會有一些不同的屬性 像是可能會是毒系的啊 或者是會是一些 就是我們平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屬性 然後像這個愛心呢 基本上它就是治癒型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些克制的關係要怎麼看 這張圖呢 就是所有的職業克制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光明跟咒術 就是相對克制的 那公形呢 它會克法師 法師會克守護 守護又會克攻擊 就是一個三角循環的概念 但是在這裡面呢 有兩個職業 治癒跟召喚呢 它是不會受到克制效果影響的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光明跟咒術 對於其他的所有職業造成的傷害都會提高 所以簡單來說呢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啊 光明跟咒術可以說是封擊力最強的角色了 所以如果能夠抽到這兩個就非常的棒 像是塑梅雪它其實就是咒術 這些東西呢都是我們也可以去對應到主線裡面 那打的王它是什麼樣的職業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克制它的職業去打它 我們也可以試半功倍嘛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喔 戰鬥中啊如果持續久一點的話呢 要注意一定要放一隻骨子 這個遊戲裡面骨式跟盾都很重要 OK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豪華陣容 全部都是SSR 超級強的一個隊伍吧 那我們現在就先用這個豪華的陣容來稍微打實一下 好 秉持著先放盾的原則 所以第一輪 我們要先把盾放在我們的主角面前 喔 好像很強欸 接著我看一下喔 怪有點...欸 趁現在它前面沒有怪 趕快放一隻單體傷害很強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三聯... 三連斬很強啊 來 美雪 靠你了美雪 喔 美雪好強 美雪真的好強 喔 打贏了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看看我們剛剛在主線裡面提到的 維娜絲的陷阱 這就是我們的家園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還有家園系統 我要把梅雪放在臥室裡面 我們的梅雪在臥室裡面玩 很可愛耶 我每次在家園系統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這個系統做的實在是太好了 就是可以滿足很多 因為畢竟打打殺殺這種東西 可能對於女生來說 就沒有那麼的執著跟要求 但是如果多了一個這樣的家園系統 像是女玩家也會非常的願意來玩這個遊戲 日本營運團隊直營的卡牌RPG 新夢境連結R 現在雙平台正式開放下載啦 現在下載就送S.S.R.T.O.M.E 蘇我每選限定實裝 還有S.R.角色安 還有安的實裝喔 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新夢境連結R是一款非常多元的遊戲 包括它有一般的主線戰鬥系統 還有一些不同的戰鬥玩法 還有家園系統等等 有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很值得大家來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希望之後也可以在新夢境連結R看到你們 掰掰 新夢境連結R立即下載